为了让民众可以早日领到纾困金 花莲市公所社劳客同仁 除了每天晚上加班到快十点 星期假日也要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 到公所来加班赶审舰 面对有媒体报道说 花莲市公所的效率是全国最后一名 公所同仁除了拿出数据来澄清 也表示会继续努力审查所有案件 让急需要救急的民众可以早日安心 每位同仁桌上都有一大碟的申办案件 而在旁边还有一大箱更多的案件 在等待审查 花莲市公所市劳客同仁 星期六一大早就来加班 要赶快完成审查工作 昨天为止我们下班前收件的 已经突破1100件了 那在这么多的民众的申请案 其实是过往的业务量的三四十倍以上 那我们必须就是请同仁 就是我们利用我们下班后的时间 还有周末六日的时间 请大家来赶工尽量的加快审件的作业 其实这阵子的时候 因为他的业务量真的非常大 所以我们同仁就是一到五的下班时间 大概都是九点到十点 那六日的话也必须要全天候的来做审件的动作 那这部分就是要跟各位民众说一下 就是大家很辛苦 我知道民众 大家们也因为疫情的部分 家庭生计都有受到影响 那相信大家是 就是国内大家是一体的 请互相体谅给大家 给我们同仁多一点的作业时间 耐心等候 我们一定会尽速加快的审件完成 将款项核发到您的手上 每天晚上加班到快十点 星期六日也要牺牲假期来加班 但却遭某媒体指称 花莲市的效率是全国最后一名 对此社劳克说 这是不实的报道 其实以全国的设政系统来说 他绝对都可以看得到 全国各乡正式或县市合发的情形 那我们经过了解以后 其实我们绝对不会是 所谓的最后一名或者是最慢合发 其实在4月下旬 我们就已经开始有做陆续发放 那在5月7号6号的时候 院长宣布了扩大纾困的加码方案以后 我们也尽速的将资料齐全的民众 就是最快的审件完成就做发放 那其实每天都有在陆续的发放 那因为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一个案件审件 大概需要20到30分钟的时间 那如果说您可以准备更齐全的资料 比如说减薪减时 无薪假的工作证明的话 那可以方便我们更快速的做审核 面对厚厚一叠的申请案件 社劳科同仁不敢掉以轻心 主意审查看起来很累 下班很累吗 还蛮累的 还蛮累的 可是心情呢 还可以吧 就是这段时间幸福 很累吗 很累 很累哦 继续加油 继续加油 很累吗 蛮累的 蛮累的哦 心情怎么样 就加油 最近这段时间会不会太累了 好但是我觉得很焦虑 因为现在要把案子赶快省 赶快省 钱可以赶快进到民众的空 就是可以领到这样子 花联市公所表示 到5月15号为止 咨询超过有5000件 成功受理了1100件 核定总金额是151万5000元 而目前已经发出了51件72万元 其他通过审查的部分 星期一就会陆续汇款 或者是通知领款 请民众耐心等待 介续汇款式报道